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收看台湾养生保健学会制作的茶话篇篇节目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谈一谈茶叶啊 它的发酵还有它的制作过程 前面我们有介绍到 茶叶呢 它依据发酵程度的不同 可以分成不发酵茶 半发酵茶 全发酵茶 后发酵茶 这四大系统 那么什么是茶叶的发酵呢 茶叶的发酵呢 就是呢 运用水分跟温度等制成 它的控制跟调整之后呢 来使得茶中许多的成分呢 可以得到适当的转化 它就产生了迷人的香气 还有各种不同的丰富的滋味 茶叶的发酵的定义呢 是指说呢 这个新鲜的茶叶制成了橙茶之后 它的额茶素啊 总含量所减少的百分比 换句话说 在茶叶的制作过程后 额茶素呢 含量减少的越多 代表这个茶叶它的发酵的程度呢 就是越高 反之亦然 那么茶叶它制作的过程与工艺 和茶有什么关系呢 和茶它的发酵程度又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 茶叶的制作呢 是一个非常的复杂 而且非常繁琐的工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有赖于专业的制茶师 他们来去判断 该要怎么样的拿捏 它的这个水分跟温度的控制 以及时间的控制等等 那么第一步骤呢 就是所谓的采摘茶经 所谓的采摘茶经 就是指摘取成熟度足够的 一心二叶对口茶叶而言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一腔二旗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因为我们采摘下来的茶芽 里面呢 有茶叶的精华的物质 所以呢 我们先称之为茶经 采摘适当的成熟叶 是有很重要的一个目的的 因为当我们采摘的是成熟茶叶时 这个叶子里面呢 茶经里面的内含物质 才是足够的 第二步呢 是尾雕 尾雕呢 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让茶叶里面的水分呢 能够均匀的走散 均匀的移动 这样子的目的呢 可以让茶叶在后续的制程当中呢 能保持适当的一个发酵的一个过程 那么尾雕呢 一般而言呢 分成两种 一种是日光尾雕 另一种呢 是室内尾雕 有的制作方法会将日光尾雕 与室内尾雕呢 两种呢 都采取 那有的呢 只会采取日光尾雕或室内尾雕的其中一种而已 所谓的日光尾雕 是让茶叶在户外接受日光的照射之后呢 茶叶里面的水分呢 可以均匀的移动跟增散 室内尾雕呢 则是将茶叶移到室内 让它进行走水的一个动作 第三步骤是静置 静置的目的呢 是要让藏鱼枝梗、叶脉和叶片中的水分呢 得以充分的流动 均匀的发散 在静置的过程中 其实也会加上一些轻度的一个搅拌的过程 那么它的目的呢 一样也是要让水分呢 进行流动跟蒸发散 这样子的过程 可以让茶叶里面的成分物质呢 来进行适当的一个发酵 那么静置时间跟搅拌程度呢 就要由专业的制茶师傅 依据当下的气候的状况 或湿度的情形来进行判断 静置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静置时间不足的话 那么在后续泡茶的时候 茶汤的颜色就会显得浑浊不清 气味呢就会很淡薄 滋味呢就会很苦涩 这是因为在静置过程之中 茶叶里面的成分没有办法进行均匀的这个发散 跟移动转化所导致的 第四步呢就是浪金 浪金是大浪与堆金 这两个名称的一个结合 所谓大浪就是指茶叶在制作过程里面呢 最后一次的搅拌 这个搅拌的过程呢就是要让茶芽呢保持在一定的含水量 以利继续发酵 而所谓的堆金就是指将茶精堆积起来 这个过程里面呢 茶精呢它会开始发热 以便形成更温暖的状态 在这个温度提高的一个情况下呢 会更适合它持续的发酵 浪金的一个过程呢总共是四到八小时左右 时间具体的长短呢就会由制茶师根据当时的一个温湿度 天后的状况来进行判断与拿捏 第五步是所谓的沙精 也就是炒精的一个过程 所谓的沙精就是指以高温来破坏酵素的作用 目的就是要停止之前在进行的一个发酵的过程 在这边画上一个终点 炒精呢还能够炒出茶叶里面呢 残余的一个水分 并且炒出茶香 残余的水分炒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呢在后续茶叶的保存呢 可以更有力的进行 而不会呢发霉或是产生沉味或臭味 沙精呢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让呢一些低沸点的芳香物质 在炒精的过程中能够发散 达到我们去无存精 保留茶叶里面最精华的一个香气 以及物质成分 到了第六步就是出干揉碾和团揉的一个过程 所谓的出干揉碾呢 就是指我们把茶叶呢放到呢 炒精机里面来进行一个炒精的一个动作 让它的水分能够继续的进行干燥 那么为什么要干燥呢 因为当茶叶的水分呢得到了一个控制之后 这些水分的含量其实已经减少了很多 那么就有利于后面的来进行茶叶的一个造型 茶叶的造型呢主要是揉碾 那我们很常听到的一个团揉 这样一个动作呢也是包含在一个造型的一个功夫里面 经过了适当的揉碾 或是呢放到团揉的机器里面呢去把它呢揉成一团 都有利于茶叶呢它的形状去做一个控制 第七步呢是制成茅茶的最后一道工序 叫做干燥 所谓呢干燥呢它的目的呢是要在将茶叶中的水分进行呢更进一步的控制 目标呢通常会减到5%以下的一个水分 而烘存呢顾名思义就是将茶叶进行烘干 然后呢来保存 因为我们知道茶叶呢它在做好之后呢 并不是马上就会喝的 它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保存 让它的茶叶的一个味道呢或是它的香气呢 再进行的持续的一个转化 所以保存的过程当中呢水分呢是不能够太高的 因此在保存前我们还要进行一个烘存的一个动作 那么啊不同的茶种呢它在干燥与烘存的时候 在水分的一个要求上是有所不同的 要怎么样进行一个判断呢 以调形包种茶为例 要能够干燥到能轻易的把它的脂梗折断 才算达到干燥烘存的要求 那么我们呢平常常喝的乌龙茶呢 它是茶球的形状 它必须要呢能够达到以量纸搓成粉末的一个干燥程度呢 才算呢完成了干燥与烘存的一个要求 那么呢有些制茶师呢会在把茶叶呢 在出品之前呢再度进行一个烘焙的一个动作 那么烘焙呢就是指用高温再将茶叶呢进行烘烤 这个所谓的培茶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以后就让我们来为各位持续的做介绍 谢谢您的聆听欢迎持续关注